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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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为了了解自然环境 以全国为对象实施的研究之一 家庭圣信在会上说 我们将使用最新的人造卫星图像 对过去制作的植被图进行更新 并对岛上稀有野生动物的生存情况进行调查 两名中国籍官员 一位代表中国政府 一位代表联合国 签了一份意向书 确定联合国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将建在中国杭州 距离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总部不远的地方 尽管这一计划获联合国支持 但专家质疑这是中国借联合国金字招牌 为自己设立的全球情报网 当美国试图限制数据流向北京之时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正与北京合作 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数据中心 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劳蒂亚·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 该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处理联合国成员国数据的研究中心 和一个利用卫星监视技术彰显中国实力的地理空间中心 一名正在受到腐败调查的澳大利亚圣洁人士周三承认 他参与了一个让中国公民骗取签证的计划 并因此在自己的议会办公室 收到一个塞满现金的信封 2018年辞去新南威尔士州自由党议员职务的马奎尔 同意新南威尔士州反腐败独立委员会的指称 即中国公民给南威尔士州的一家企业支付大笔金钱 以假装他们受雇于该公司的计划是一个骗局 马奎尔与他的商业助理王美奇 为这个公司招揽的每笔业务 最高可获得2万欧元的报酬 他同意这个做法是违反公众信任的行为 美国、日本、台湾周四通过2020年全球合作 即训练架构、平台 在台北召开保护商业机密及知识产权研导会 旨在加强印太地区在保护商业机密及知识产权领域里的合作 此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共三场 因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改为线上进行 作为GCTF框架的一部分 邀请到了来自美、日、台和澳大利亚在内的 19个印太国家和地区 共180名执法人员及专家协者进行线上讨论 据台湾外交部发文称 台湾外交部副部长田中光 台湾法务部副部长蔡碧忠 台湾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英杰 以及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 恒地晃在研讨会开幕式上致辞 田中光表示 知识产权是各国经济增长及竞争力的核心 尤其是在全球5G和数字化转型 以及贸易竞争的形势下 新型商业间接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用层出不穷 各国应携手合作 加强共同保护商业秘密及知识产权的合作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明天多云有时有雨 降水概率50% 风力每小时15到25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64度 摄氏18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 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任期内第三次南巡 在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区的深圳等地强调说 中共的领导让深圳等经济特区在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 创造了他所说的伟大奇迹 并提出在新的历史关头要全面深化改革 赋予深圳更多自主权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0月12日到深圳等地南巡 并于14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这是他近8年前接任中共总书记以来第三次南巡视察 习近平第一次南巡深圳等地是在2012年11月15日 他在中共18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总书记不到一个月后 12月7日至11日 习近平首次南巡考察深圳等地 强调中共十八大发出的深化改革开放新的宣言书和动员令 他效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因此此次视察深圳等地被称为新南巡 习近平第二次南巡到深圳等地是在2018年 当时恰逢中国启动改革开放40周年 10月22日至25日 习近平来到广东的深圳珠海等地考察 面对美中贸易战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 习近平提出要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继续全面改革 深化改革 全面扩大开放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入深项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领导人一般会利用南巡 向外界传递一些重要的信号 这种做法始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对深圳 珠海 广州 上海等地巡视 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 胆子要大一些 发展才是硬道理 不搞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 等理论主张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中国政治问题专家夏明认为 1980年代 邓小平提出建立经济特区 开启了整个中国经济转型的序幕 以及提出了革命性和突破性的理论 据一项民调显示 多数美国人民愿意承担风险 保护台湾不受中国的威胁 有专家认为 这是美国民众对以军事行动 协防台湾在态度上做出的重要转变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星期三发布的 《测绘未来美国中国政策路径图》的民调结果 在针对美国一般民众 及对亚太事物有影响力的思想领袖 所做的问卷调查中 在关于美国是否应该为护卫盟友 保护不受中国军事威胁承担风险的问题上 得到的结果是多数人都认为 美国应该为保护盟友伙伴承担风险 包括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 台湾 以及南中国海 未知名的盟国或伙伴 这个民调以1到10为刻度 来评估受访者认为值得承担风险的程度 10表示值得承担重大风险 在针对一般美国民众进行的调查中 台湾得到的分数是6.69 其他宜许为韩国6.92 日本6.88 澳大利亚6.38 而南中国海部知名盟国或伙伴是6.97 这个项目的平均分数为6或更高 在对400多位美国思想领袖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台湾得到的分数比起一般民众要来的更高 认为美国应该为防卫台湾承担风险的分数为7.93 其他宜许是日本的8.86 澳大利亚的8.71 韩国8.6 南中国海部知名盟国或伙伴7.12 这个项目的平均分为7或更高 美国之音说 该智库专家对美国民众愿意为防卫台湾承担风险的态度 发生变化感到意外 此外调查结果也显示 在一般美国民众中 有六成比例认为美中两国存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 但不太可能发生 认为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有26% 只有11%的人认为冲突不可避免 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近日再次被外界聚焦 因法律纠纷 郭文贵所居住的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豪宅 其所有者于当地时间10月13日已向纽约的美国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月14日报道 该豪宅位于荷兰雪碧酒店 18层可俯瞰中央公园 据法庭文件 2015年郭文贵以约7000万美元价格买入该套公寓 郭文贵2014年逃离中国 随后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 报道称 公寓多年前被卷入香港投资基金泰蒙亚洲机会与郭文贵的官司 该基金指控郭文贵曾为名下企业一笔贷款做个人担保 以及利用贷款所得购买该套公寓 但至今未偿还债务 基金正寻求向郭文贵追收1亿美元 此外 荷兰雪碧酒店正寻求向其收付未知 收取未知付的公寓为户费 并对后者企图收回340万美元保险金中 一大部分的行为提出异议 据公开报道 郭文贵与纽约成立的空客公司 据悉美国白宫前顾问班农稍早前被捕 令其密友 流亡中国的前富商郭文贵的处境受到关注 广告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 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 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 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 并给您应得的安心 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 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 我们是日洛山殡仪馆和日洛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digitalmemorial.com找到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盈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s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即将预售临近Amazon Sphere 专设5万尺精心设计的配套设施空间 5分钟步行生活社区 请访问seattlehouse.com 获制电206-535-8075 获得优先预览信息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John 今天是2020年10月15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会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日本台湾周四通过2020年全球合作 即训练架构平台 在台北召开保护商业机密 及知识产权研讨会 旨在加强印太地区在保护商业机密 及知识产权领域里的合作 此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共三场 因为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改为线上进行 作为GCTF框架的一部分 邀请到了来自包括美、日、台和澳大利亚 在内的19个印太国家及地区 共180名执法人员及学者 进行线上讨论 中国的经济崛起 及其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更坚定的行为 正引起华盛顿的警觉 随着两国关系在不断变化和趋于紧张 一些分析人士正在回顾 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 以及对未来的意义 中国的经济实力赋予了它更大的地缘 政治影响力 在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 北京显然旨在取代美国的实力和全球影响力 并打算重新制定世界秩序 星期四晚上 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拜登 将分别举行市民大会与选民互动 回答他们的提问 这是总统辩论委员会 在第二场总统辩论的安排出现争议之后 做出的一个变通性的安排 9月28日举行了第一场辩论之后 特朗普感染病毒 给第二场总统辩论增添了变数 后来拜登竞选班子 以特朗普存在传染病毒风险为由 要求取消第二场辩论 总统辩论委员会经过几番磋商 决定放弃第二场辩论 改为市民大会的方式 让两位候选人与公众交流 特朗普的市民大会 安排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市 拜登的会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第三场总统辩论安排在10月22日 地点是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市 由于两场大会都是在晚上8点开始 所以观众们只能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观看其中的一场 或者在两个频道之间不断切换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将实况转播克朗普的这场大会 拜登的市民大会则由美国广播公司ABC 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的一项新计划 正在帮助因新冠病毒大流行而失业的人们 学习新的工作技能 非盈利组织复原力量的执行主任 萨凯特·索尼说 他们有一项计划旨在改善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的社区卫生服务 同时解决许多人面临失业问题 索尼说 在疫情期间 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将因失业危机 而被解雇的人重新训练 未有适应能力的职工 特别是作为社区卫生工作者 他们将挨家挨户 培训人们新冠疫情期间的注意事项 可以帮助人们隔离 帮助人们利用联系追踪器 他说 该计划包括培训薪资和个人防护设备等资源 并提供联邦证所 免费新冠病毒测试站点 和急诊护理相关的信息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h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 新浪微博和Facebook账号 都是Chinese Radio Seattle 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截止到10月15日晚 全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7979236人 新增67736人 死亡217683人 新增949人 截止到10月14日晚 11点59分 华盛顿州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为 96185人 新增676人 死亡2232人 新增11人 其中 King County确诊人数 24610人 死亡791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 11657人 死亡267人 Pierce County确诊人数 8995人 死亡217人 Spokane County确诊人数 8284人 死亡183人 Snowholmes County确诊人数 7758人 死亡219人 Benton County确诊人数 4903人 死亡132人 Frankly County确诊人数 4589人 死亡67人 华诊人数 目前列全美国第27位 京县执行长到康斯坦丁 今天将他的第五次新冠病毒COVID-19 补充预算 发送给了京县议会 这笔4160万美元的措施 包括用于个人防护设备的资金 在南京县和东部京县扩大的通行 和步入市病毒测试地点 以及为无家可归者外站团队 提供的额外保护 该预算的收入来源 包括联邦CARES法 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捐款 尽管在新型冠状病毒 大流行期间房价一直在上涨 但西雅图的租金价格却恰好相反 根据保险公司的一项新研究 自大流行开始以来 西雅图和Belleville经历了全国租金价格的最大跌幅 从今年三月开始 两个城市的租金均下降了约10% 在榜单上分别排名第16位和第17位 今天 华州法院判决去年11月 由Tim Eimann发起并获得批准的I-976 倡议违反了州宪法 去年年底 I-976倡议提出 每年车牌登记所支付的大部分税费上限 因为30美元 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州和地方政府新增加的税费 不久西雅图市及其他机构对该倡议提出诉讼 认为倡议削减了西雅图运输预算 导致当地居民和企业受到影响 并在今天推翻了倡议 此裁决意味着华盛顿州和地方车牌税保持原状不变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今日的冬季报告中 发布了寒流年度预警 正如预期 今年华盛顿州的冬季 将比往年更加寒冷和潮湿 管理局预计冬季气温有40%到50%的可能性 比往年低 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会持平 同样的管理局预测今年雨季的降雨量 也会相对往年多至少2.5英寸的雨量 这些信号对于滑雪爱好者来说是积极的消息 同时管理局还提出 一旦我们进入明年春夏世界 趋势又表明西北地区将比往常温暖 今天下午 一架小型飞机在皮尔斯县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坠毁 造成附近道路临时关闭 事故发生后 飞行员被送往当地医院治疗 伤势较轻 坠机原因尚未披露 皮尔斯县警长办公室正在权力调查中 迄今该事故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当局建议驾驶者避开此其遇 随着选举的临近和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金县今年再次选择在其73个投票箱地点都配备警卫 为防止人们恐吓试图投票的人 根据选举官员的说法 警卫人员可以降低选民对于投票感到害怕的情况 除了增加了保管箱的安全性外 金县还对选票进行一次额外的审核 以确保准确性 选举总监朱利怀斯表示 我们正在金县竭尽所能 以确保选举的安全性和可及性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明天多云 有时有雨 降水概率50% 风力每小时15-25英里 最高气温华氏64度 摄氏18度 最低气温华氏50度 摄氏10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 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 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 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 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 并给您应得的安心 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 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 我们是日洛山殡仪馆和日洛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和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crsradio at gmail.com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下面向您介绍娱乐新闻 11月15日的上午 朗朗在社交平台上 官宣爱气吉娜怀孕的喜讯 当天下午 他就现身2020龙游石窟国际音乐盛典 在千年石窟里弹奏钢琴 在接受采访时 他手谈当准爸爸的心情 言语之间满是幸福与期待 15日下午 短跑名将张培蒙妻子 控诉自己遭到家暴 晒出相关照片及聊天记录作为证据 并爆出男方婚内出轨 还抢走孩子 目前他已向张培蒙正式提出离婚诉讼 就在女方发文不久 一段张培蒙与妻子视频曝光 视频应该是张培蒙 在和妻子张默涵的一次吵架时录制 10月15日 台媒曝光了一组罗志祥与好友 深夜聚餐的照片 当天罗志祥穿了一身黑衣 戴着黑色帽子和口罩 非常低调 10月15日 无尊微博更新给女儿视频报平安 直播了核酸检测全过程 女儿一度害怕的不敢看 但是还是很好奇 不少粉丝表示第一次看到直播核酸检测过程 隔着屏幕都感觉被捅鼻子的痛 还叮嘱无尊在隔离期间好好吃饭 增强体制保护自己 体育方面 NBA消息 北京时间10月16日 泰伦卢成为快船新任主教练 已与球队达成一份五年合同 此外 昌西比鲁普斯将担任快船首席助理教练 前骑士主教练 拉里德卢也加入担任主教 北京时间10月16日消息 休斯顿火箭队现任总经理达瑞尔莫雷辞职 据悉 火箭计划将目前的球队篮球运营副总裁拉斐尔斯通 升职为新任总经理 北京时间10月15日 2020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 首场对决为韩国内战 韩国LCK头号种子Done One Gaming 3比0横扫二号种子DLX 竞技四枪 半决赛对手将从GENG和G2之间产生 DLX惨遭淘汰 止步八枪 北京时间10月16日 2点45分 德国当地时间15日 8点45分 德国杯首轮进行一场补赛 拜仁主场3比0 淘汰第五级别球队敌轮 新员舒博莫婷 首秀没看二度并噪点 穆勒主罚命中 另一位首秀新员萨尔贡献主公 哈维·马丁内斯重铸 生生有情 1150AM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财经方面 美国东部时间10月15日 截至收盘 道指跌19.8点 报28494.20点 跌幅为0.07% 纳指跌54.86点 报11713.87点 跌幅为0.47% 标普500指数跌5.33点 报3483.34点 跌幅为0.15% 截至收盘 贵金属市场方面 黄金期货价格上涨0.1% 报收于每盎司 1908.90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I期货价格下降0.2% 报收于每桶40.96美元 国际布伦特油价下跌0.4% 报收于每桶43.16美元 截止发稿 亚洲股市方面 上升指数跌0.26% 报3332.18点 深圳城指上跌0.48% 报13624.89点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 亿美元兑换6.71 5亿元人民币 世界贸易组织 于当地时间13日 做出仲裁裁决 允许欧洲联盟 以美国违反补贴飞机制造商 波音公司为由 向美国货物和服务 施以总价约 39.9亿美元的关税等 惩罚措施 根据摩根·施丹利 于本周四公布的财报显示 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和盈利 均超过华尔街分析师预期 主要由于该公司旗下 华尔街交易业务的业绩 好于预期 近日 中国知名零售品牌 名创优品正式登陆纽交所 股票代码MNSO 名创优品IPO发行 最终定价为每股20美元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 是由John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裁编是 陈香 路易 Sam 新闻 John Jane 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Facebook主页 Chinese 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近日西雅图 新浪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电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Chinese RadioSeattle收听 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 读书观影栏目 下面把时间交给陈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 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或者微信平台上 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 举办的演出 或者其他活动 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 是由非盈利组织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 多年来义务 为西雅图 以及全球的华人 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 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PayPal账号是 scbaceattleatgmail.com 捐款电话 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 感谢您的支持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